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的节目 我是石涛 今天是冬至 一年当中 白天最短 黑夜最长的时间 在香港听说 很多餐馆全都爆满 就是他提前预定的 都给去完了没位子 冬至在很多传统当中 是吃饺的 那很多人也把认为 冬至是一年中 二十四节期当中 最重要的一年 那包括 西方 今天在西方说 应该是土星进入了 摩羯 摩羯座 按照星象学说 他说土星进入摩羯座 过几个小时之后呢 太阳也进入了摩羯座 这个在他的相对位置 他没解释 他说这种天文现象 极其罕见 最好什么都别干 最好什么都别干 他说这个 是一个非常 我看半天 他也没说出个 所以然来 他就讲是非常倒霉的一天 说了一句话叫方德始终 我节目中说 我有几个明白叫方德始终的 那今天的冬至就叫始终 对不对 今天的结束 将是阳光越来越长的时候 你说他叫开始 你说他叫结束 今天却是黑暗最长的一天 他是结束还是开始 阳气下落 今天不易做任何事情 吃点饺子早早睡了 洗洗睡来自个儿睡着 你人扛不过天 这叫人扛不过天 为什么人扛不过天 人是天中的一部分 美国之音有篇报道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美国公布了人权恶棍的名单 中共公安官员身在其中 应该是昨天下午21号 川普签署了一个行政命令 宣布制裁全球13名 严重人权侵害者和腐败分子 其中包括北京市公安局 朝阳分局的原局长高岩 那高岩现在是 北京警察学院的党委书记 那原因就是 在2014年三年前 曹顺利在去日内瓦 参加这个人权会议回来 直接就被朝阳分局抓走了 最后死在了朝阳分局 那当时高岩是朝阳分局的局长 那这项措施是以美国国会 去年通过的全球 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 为依据 而进行实施制裁的呢 是美国财政部 所以美国财政部讲 高岩阵值期间 曹顺利被押在朝阳分局 三年前的 2014年的3月份 陷入昏迷 死于器官衰竭 那他的尸体显示出销售 和疏于照料的这种迹象 曹顺利是应邀前往 瑞士日内瓦 参加人权培训时 在北京登记时被抓的 那在被拐押期间 他被剥夺了律师会面权利 那疾病缠身 无法得到治疗 腾彪 腾彪对此评价说 能够上这个名单 对于中共这些恶棍来讲 是一种惩戒 是一种警告 那我个人以为 这是一个具体实施的 针对具体的迫害案例 具体实施的 在美国政府自己 在美国境内 他具体实施的 一种人的 人的基本尊严 人的基本道德的一种表达 如果大家讲 善恶有报的话 这是直接的报应 而这件事情 实际操作意义 是给现在所有的人 所有遭受过迫害的人 今天你有机会 能够把你相应被迫害的 具体的资料 有机会能够通过正常的渠道 转交到美国政府的话 那迫害你的人 就很可能成为 下一个具体执行案列 当名单当中的一位 而他的执行概念就是 美国财政部将没收 高研名下在美国的所有资产 包括有价证券 包括房地产 包括汽车 包括游艇 所有有价值的东西 都将被冻结 乃至没收 按照正常的概念 我没细查 按照正常的概念 那这些被没收的东西 很可能转为 某种财物的方式 赔偿给那些被迫害的 相关人 所以这是 我以为这是在 在具体案件中 看出来的一个 极具操作性 极具实际效果的 一个一件事情 全球马格尼茨基 人权问责法师 去年12月 在奥巴马离任前 签署生效 授权美国总统 制裁 侵犯人权 或有严重腐败行为的 非美国公民 美国政府 有权冻结 他在美国境内的 所有资产 禁止美国公民 与其进行商业往来 拒绝 为其发放美国签证 美国国务院讲 今天的制裁 显示 美国将继续努力 让那些犯下严重 侵犯人权罪行的人 和腐败行为的人 付出切实和沉重的代价 那他的具体案例 的具体实施 他的最大的象征意义 就是美国开始 在协助 在全球范围内 对这些人制裁 但他的效仿程度 你比如说 在美国 有很多法轮功学员 他们在过去的 十几年里 遭受过迫害 在国内 不同程度的迫害 但很多人 都是具体的 被迫害的人 那他们 很多人已经逃到了美国 或者现在有机会 从中国到美国 如果你有相应的资料 你有被迫害的 你自己真实的技术 和迫害人 迫害你的人的具体的 具体的名单 具体的责任 这都是一种 怎么说呢 提供了一个机会 让那些人得到报应 让那些人得到报应 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 这是一个正在执行的 非常明确的例子 曹顺利 是三年前出现的事情 那在过去时间里 从99年被迫害 大家叠加了多长的 这种在中共体制之下 江泽民控制的 共产党的体制之下 太多的中共官员 在他们的仕途中 为了保住他们的仕途 而做了这种 丧尽天良的 丧尽人性的事情 所以这是一个 这应该是一个 非常极具 极具模仿性 极具操作性的案子 那同时间 美国之音 他做了一些年终报道 那美国之音 最近呢 在大概最近一个多月吧 我相信是 他对美国 美国之音中文部 进行大改组之后呢 确实是有一些变化 有些变化 而且他报道 某些东西呢 我个人觉得 我个人觉得 是蛮有质量 中共继续反腐 贪官前府后继 这篇文章蛮长的 他主要是采访了 北京航空大学的 公共管理学院的教授 任建明 那他提到习近平反腐 已经拿下150多万官员 那数量惊人 但用习近平的话呢 腐败依然是中共 面临的最大的威胁 所以这种世仇呢 要保持强劲 2018年会持续下去 但一些人认为 这走得还不够远 说这走得不够远 文章他讲了非常长了 因为是任建明自己在讲的 那他在讲 从反腐中他提到说 150万被调查官员数量太小 中共有八千九百万党员 他把八千九百万党员都算在里面 那我个人的想说呢 是配着我们前面看到那篇报道 对吧 腐败是反腐是习近平在打击对手 打击异己当中呢 我们看到五年来 他获得权力的一个很简单 很直接了当 很根本的做法 原因就是他当时获得了这把椅子 但是当走到今天的时候 他在还在共产党框架下进行反腐的话 我们看到在年初 那蔡奇出了一系列事情的本身的时候 饺子好吃不能天天吃 对吧 不能一路就吃下去 今天要吃饺子 一个道理的 任何东西都是有他的时间性 有他的阶段性 幼年 少年 青年 当年 中年 老年 一个人的生命的阶段 有着不同的阶段 在不同的阶段中 人的身体会出现不同的变化 所以你家说的反腐 永远在路上是句扯淡的话 是句扯淡的话 反腐永远在路上 就是共产党永远是这东西 自己在否定自己的 所坚持的东西 自己点明了自己 所隶属的东西 是个邪恶 在生命角度上说 而在人的利益上 角度上说呢 就把他说的你老高大了 所以这个 所以我个人的说法 刚才讲得很清楚 一个人出生 从幼年到少年到青年 他有不同的阶段 而今天你如果已经年迈中年 你却干着青年的事 冬天滑冰滑雪 不摔死你小的 老天爷对不起你 就这么回事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